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华县政府促成张华县各界爱心赞助 张华县脊髓损伤重建协会策划 国声广播公司制播的张华县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圆梦 雅如广播节目开播了 每周日上午10点20分在国声广播AM810频率及网络都可以收听到 张华县长主播员18日上午在县长公馆 特别透过国声广播公司快乐歌声节目连线 与雅如一同担任DJ 对中部地区五线市民众发声 那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雅如制作节目的经费 包括这个主持的费用 都是由我们爱心人士的慈善基金会来赞助 能够完成他圆梦的计划 让梦想起飞 那刚才雅如也提到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外表 而是内心的力量 我想这句话可以作为送给所有身脏朋友 大家互相的来勉励 我们一定要让身脏朋友有能力自己做决定 有能力自己可以独立的生活 我们也呼吁社会上有爱心的团体 有爱心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的身脏朋友 来完成他们的圆梦计划 会中主宪长除颁发感谢状 感谢各单位发挥爱心外 更特别为雅如选拨 张宇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借此鼓励身心障碍朋友 借由自立生活的主张 也能有机会走出户外 和一般人一样能够过着平等自主的生活 那国生广播公司也非常高兴 陈主长把这个节目 推荐给国生广播公司来播出 那么所有的在座的或者不在座的 所有的收音器旁边的听众朋友 都来能够关心 关心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一些弱者 让他们也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帮助 那这个节目目前是在 星期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当中 30分钟播出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关心这个节目 也来收听这个节目 雅如的心愿就是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 而社会处与各个生障团体都很热心 帮助雅如圆梦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可以看到社会各界发挥爱心 关心身心障碍朋友 希望这是一个美好的起步 一个协助身障朋友独立生活的开始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就是 在这十几年来 我的家人他这么的支持我 这么相信我 也很肯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最主要的是因为 有我身旁的这个叔叔 因为他一直在我的受伤后的人生 一直不断的鼓励我 一直不断的激励我 然后也从来不放弃我 所以我现在才能够有这么样正面 这么样乐观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也要谢谢 因为广播老师 还有我们彰化线脊水损伤 重建协会的一个支持之下 然后圆了这个梦 有机会圆这个梦 然后更感谢的就是处长 社会促成志明处长的一个促成 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些人 给我机会的这些人 他们成就现在的我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 那我也会因为他们的相信跟肯定 然后永不放弃 然后持续的去努力 然后持续的去加油 然后就是回报给他们 亚如也特别感谢此计划的所有推手 帮助他圆梦 以及一直协助和鼓励他的叔叔 他也希望他的故事可以影响 及改变同样遭遇困境的伸张朋友 其实一个人的心灵是最健康最美丽的 不在于他的外表 不在于他的形象 我觉得说一个人的心灵 只要说他能够快乐 我想这是人生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而不是外表美丽 但是内心痛苦那是没用的 重点是在于说 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快乐 这样子 希望亚如能够永远的快乐 谢谢 谢谢叔叔 我也希望叔叔永远快乐 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圆梦广播节目 除了利用收音机收听外 也可点选亚如部落格 及国生广播节目专属网站 12月底前凡加入会员者 还可获赠亚如自行设计的话卡一张 欢迎所有关心身心障碍朋友的民众 共同点选收听 十一天 三天 三天 淋